本港新增1,921宗新冠病毒个案 在近两个月以来首次回落到2,000宗以下 新增个案包括888宗核酸检测阳性 和1,033宗发出测试阳性情报 当中18宗属输入个案 其余是本地感染 土耳其航空由伊斯坦布尔来港 和日本航空由东京来港 因为航班有三人染疫 触犯熔断机制 分别停飞到今个月16至17日 昨日有53个患者在公立医院离世 介乎62至104岁 其中最年轻患有直腸癌的62岁男人 上个月中因为弃喘和血含氧量下跌 到医院求医 验出病毒量高CT值17 经治疗后情况转好 但其后肿瘤的情况转差 然至昨日离世 另外有12宗死亡个案 早前未公布 包括一个31岁曾患心包炎的男病人 上个月9日在家里昏倒 出现抽搐 心跳和呼吸停顿不治 围体在公众念防验出大新冠病毒 澳门特区政府和中蒲论坛被输处成立交流中心 压强中国和蒲语国家应对疫情的能力 中国蒲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部长级特别会议 在澳门举行 大会宣布和澳门卫生局成立中国蒲语国家防疫交流中心 认为可以发挥澳门联系蒲语国家的优势 支持蒲语国家抗击疫情 同时提供疫情防控技术支援 培训和推广等等 推动中国和蒲语国家在医疗卫生领域的合作 共同提升应对疫情的能力 全民志愿快速检测最后一日 特首林郑与俄计计要到星期二 才可以完全上握全貌 强调计划有成效 一年三日的全民快速进入尾声 市民有否坚持到最后呢 有 做了三日了 妖博国这样做的 有机会会找到很多没什么症状的人 有个长假期 你现在做了 查到有的 你应该就已经要去旁边了 你长假期之前做了它 大家更放心点 对于快测首日 阳性情报个案要前一日多三百多宗 而计划未有要求结果阴性到情报 难以评估参加的人数 林郑月娥强调计划有成效 我们不要看小 透过这三天的快速抗原测试 找到出来 尽管昨天是几百宗 或者是加上今天明天 两天将会情报的新冠 确诊的个案 未必是很多 但是每一个 我们可以在这些工作里面 识别到的阳性的个案 其实都是在社区里面的一条病毒的传播链 所谓星星之火可以疗原 所以如果我们是透过这个工作 能够可以多发现一定数量的阳性的个案 也都是等于在香港社区里面 我们切断了更多的病毒的传播链 他又说只是考虑 扩展快速检测的用途 例如用于入院前西茶等 由于今次大家习惯了 也发觉它那个 它那个检测的准确性都是存在 所以是不是可以转用 这个快速抗原检测 而用得频密一点 因为核酸检测的麻烦 他要去这些检测中心 来到去预约或者排队做 然后又要等几个小时才知道结果 他说考虑有市民今晚才做快测 估计要到这个星期二 才够全面掌握情况 母线电视记者彭穎熙报道 本港新增1,921宗新冠病毒个案 数字持续下跌 特首林郑月娥说 今个星期会交代第一阶段放宽防疫措施的细节 以及更具体的复防安排 疫情持续放缓加上天气好 周末有不少市民外出 部分人包括外傭 在金钟天马公园一带聚集的时候 都违反二人限聚令 特首林郑月娥说 因应疫情没有反弹 符合今个月21日开始 分三阶段放宽社交距离措施的条件 今个星期会交代细节 根据计划 第一阶段会重开健身室 美容院等厕所 食肢恢复晚食堂食到10点 每台最多4个人等 被问到单日新增个案仍然有4位数 放宽是否恰当呢 林郑月娥这样回应 我们曾经是在最高峰 只是当日的确诊个案 149宗 但是已经做过一些很严厉的措施 但是到今天我们处理 是一个传播性极强 但是病征极少 刹伤力也不是很大的 Omicron的病毒的时候 医院也有更多新冠病床 而且是打了针 所以如果用回以前 在2021年那些数字的指标 就立刻收紧 似乎是从公共卫生 都不是完全适合 何况我还要考虑香港的经济 和市民的接受程度 他说今个星期 也会公布今个月19日 逐步恢复至少半日面受货的安排 包括学生上学之前 要做快速测试 只是评估每天做 或隔日做 当局不会要求学生打针 才可以上学 而现时相关接种率大约六成 既然疫情进一步放缓 是否适合时机做全民强制检测呢 我们要等完成了这三天的快速抗原检测 再检测的情况 检测的情况将要考虑香港疫情的发展 将要考虑我们的能力提升 他提醒市民仍然要注意社交距离 无线电视机者林俊谦 担任他的竞选办主任的谭耀宗说 团队期望四月底交代政纲 但因为时间紧致未必写得很仔细 辞去政务司司长职务的李家超 昨天宣布参选 李家超竞选办主任谭耀宗 在本台节目讲清讲座形容 李家超昨天的表现不错 期望今个月底交代政纲 但因为时间紧臭未必写得很小 有时有些事你都不可以这么短时间 你立刻决定那件事做或不做 可能又不是很稳妥 有些事我们可能今后在政纲里面 表达了一个方向或者一个目标 我们想怎样具体的细节 可能未必讲得太细 而且有些事我们不一定要大转变 有些事你选举的时候讲一讲一讲 原来有些事做不到的 那就不好了 会令到市民会有期望 到时候就会有失望 他不认同选委未清楚 袁正正纲就投票 会令人觉得欠缺逻辑 强调李家超已经交代未来的管制方向 包括以结果为目标 那是否代表结果为先 程序公义为后呢 有时你说两者可能有些矛盾 是 每样东西都有 但我们又要平衡 不可以强调一变 这次特别在疫情里面 很多时候都发觉 为什麽我们这麽制后 政府这些事 为什麽很多事我们明知要做 为什麽做不到出来呢 原来有些说 全部都入了程序 困住了 除了重大事故之外 我们平时有些叫深层次矛盾 是吧 譬如房屋问题 医疗这等问题 可能职压了很久 可不可以检讨一下 这些程序是公务员架构里定出来的 那些不是天条 对于李家超发表参选宣言 都是透过网上 谭耀宗解释 就算之前政府已经将选举活动 豁免在防疫规定 每行的活动仍然要获得政务司司长批准 现在未有相关的主任人选之下 未能做到 至于今个月21日放宽社交距离措施之后 会否落区等等 就要视乎情况再决定 不过政府回复传媒查询就说 根据《适议及通知条例》 凡有条例向某公职的担任者授权 而未有人担当那个职位的职能 特首去命令其他的公职人员 行使相关权力 而早在上星期四 也就是政务司司长一职出决当日 已经曾经作出相关命令 等新一批的内地抗疫专家抵港之后 豁免检疫 无线电视记者陈嘉莺报道